在刚装修好的婚房里 我忽然来了兴致 一把将我男朋友李芝按在了床上 李芝也兴致勃勃地马上解开了皮带 这120平方米的空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感觉真是太爽了 以前我和李芝在一起都得偷偷摸摸的 他们家的宿舍楼盖得不好 一点都不隔音 屁大点声外面都会听得见 我还记得我和李芝第一次在她的房间里睡觉 翻云覆雨症当时 她妈妈在门外重重地咳了一声 说你爸和你弟还没出门 注意这点 别把床给倒过散了 我和李芝吓得马上弹开 后来李芝就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 可我上床总是畏手畏脚的 放不开姿势 她又好几次都说快给她弄羊尾了 如今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好不容易我爸妈那边凑了一笔钱 加上我的积蓄 和李芝加的一份钱加在一起 买了现在这套房 二人世界是很容易变得疯狂的 李芝压抑不住她的兴奋 把我几乎从床上掀翻到了地下 和李芝在一起 我从未见过她这样激情肆意 我暗想 怪不得年轻人有了伴侣 都想着搬出去住 这男女在一起 真的都不受打扰才行 旁边有人总是爱手爱脚的 很难调动情绪 尝到了甜头 我和李芝每个周末都去新居睡觉 也不管她妈姥姥到新房子 得丢空三五个月去掉甲醇才能住 甲醇在荷尔蒙面前不堪一击 我和李芝瞒着她老妈定期 每周六都要来新居云雨一番 恋爱四年 我现在才尝到了初恋的滋味 这段日子过得真是舒爽 但是那一天 当我和李芝手牵手走进房间 李芝迫不及待地除去我的上衣时 我忽然有一种莫名的熟识感 我觉得有人在偷窥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李芝在她家里睡觉 我们正在床上弄得水深火热之际 我忽然感觉门后面有一双眼睛 我吓得一掌推开李芝 李芝笑我神经质 我马上披了一条毛巾走到门口迅速地打开门 李芝她老妈多闪不及 尴尬地一边自嘲一边往外走 这天气就是热 到哪都不凉快 李芝对我的第六感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马上抄起一张空调被盖住身体 我站起来看着窗外 新居的窗帘还没弄好 我和李芝都不在乎 因为是二十九楼 就算隔着三米的对面也有一幢公寓 但如果不是刻意偷看 没人会注意暗灯黑火的房间里我们正在干的事情 可是我的第六感去告诉我 对面正有人注视着我们 极有可能是刻意偷窥 可我和李芝查看了许久 对面的窗户却丝毫没有动静 而且对面的公寓也是新盖的 听说卖的还没我们这状好 很多单位都未出售 研究了半小时 我们决定放弃 李芝躺回床上时 刚刚风山水起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忽然问了我一句 你说会不会有人在帮我们装修的时候 在房间里装了摄像头 不然你没理由无缘无故有这种感觉 对 咱俩好好找找 找出来了让装修公司陪咱们个三五万的 能买个儒家的沙发 我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 和李芝翻遍了套件的脚脚落落 可惜一无所获 奇怪了 我抓抓头皮 虽然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 可老感觉不对劲 背后像是长多了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老盯着我瞧 瞧得我浑身不对劲 完事之后李芝要赶着出市区 帮领导办事先走了 我留下来善后 把弄乱的东西都整理完毕 我不死心地又站在窗前观察了一回 忽然 我看见对面的窗户里一闪而过的人影 我确定了对面是有人的 但对面却不像是有人入住的样子 我从来没见过对面的单位亮过灯 我忍不住了 跑到对面的大厦 坐电梯上了29楼 在一户人家门前停了下来 我犹豫了一下 敲了敲门 没动静 我不甘心 又敲了一阵 许久 终于有人开门 一个年轻的不得了的男孩子站在我面前 他顶着一头乱七八糟的发型 套着一件捍卫很大的T恤 脚上一双凉拖鞋 我看见他背后的窗户 一个高脚架支着一台望远镜 就架在窗户面前 而望远镜正对着的方向 刚好就是我家主人窝的窗户 我生气地推开他 大步走进望远镜 指着这玩意兴师问罪 说 什么时候开始偷窥我们的 男孩子被我吓得脸色发白 一语不发 两只手紧张地互相搅着 再不说话我就送你去派出所 我装出狠狠的样子 这小男孩最多不过二十岁 我欺负他年轻 才能居高临下地审问他 如果是一个强悍的男人 我就没勇气跟他在这纠缠了 我 我 男孩吱吱呜呜的 始终没说原因 我生气了 伸手趴的一下将望远镜 从支架上去下来 威胁他说 说不说 不说我就把他砸烂了 对不起 姐 我没恶意的 男孩子终于开口了 我只是好奇你们是怎么弄的 男孩吞吞吐吐的说 什么怎么弄 你变态啊 偷看人家上床还这么大条道理 我不客气的道 男孩子一脸委屈的低下头 玩弄着地上的一小块木头 其实我 我那方面有问题 什么 我一惊 以为他真的是变态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我还是个处男 大二的时候 我和我女朋友上床 试了很久都不成功 我女朋友嘲笑我那方面有问题 后来我试了好几次都不行 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到处跟别人说我是个短人 我心里好像就有点问题了 对别人的那方面特别感兴趣 特别想知道别人是怎么弄的 男孩脸红红的坦白 这么想看别人弄 干嘛不自己看A片 什么尺寸什么动作都有 何必要在这里偷窥 我半信半疑 看A片始终隔着屏幕 没意思 我是过了 后来有一次我睡不着 去公园溜达 我看见一对男女在打野战 我看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感觉了 我特别害怕 可是越害怕就越想看 这个房子是我爸妈买的 我本来是奉命过来看看格局怎么装修的 无意中看见你和你男朋友在那个 我着迷了 就买了富高清望远镜在这里埋伏你们 男孩说完不好意思的抿了抿嘴 我气了 天哪 我和李芝在新居骑马玩了两个月 也就是说这小男孩在这里偷看我们上床看了两个月 我恨恨地踢了他一脚 说小屁孩 警告你 下不为例 再被我发现就拉你去派出所 你是成年人 起码有十九 要不二十了 得坐牢的呃 男孩却不理会我的警告 他恋恋不舍地看着我 忽然说 姐姐 你跟我睡一觉好不好 我不想再做楚男 你帮我撕掉这个标签 求你了 神经病 我骂了他一句 转身就要走 姐姐 其实你男朋友不是好人 他配不上你 他在我后面蹦出一句 我停住了脚步 嘴上却说 你别乱说 我男朋友对我好着呢 屁嘞 我上周日亲眼看见他带着一个女孩子进你们家 那女孩子身材美你漂亮 可是看起来比你有钱 全身都是名牌 男孩认真的说 我看了他一眼 不像是开玩笑的语气 我心里抽出了一下 好 你说说 他带那女孩来我家干嘛 睡觉啊 那女孩子叫得可欢了 不过我还是喜欢你 你有女人位 他没有 只有前卫 男孩认真的说 你别以为重伤我男朋友我就会答应你的要求 我不会的 我坚定地对男孩说 姐姐你要不相信下次周日你可以跟我待在一起 你们习惯周六过来 他们是周日才会过来 我不来 我骗不上你的当 你想骗我上床而已 门都没有 我说 我没骗你 你门的事我都知道 你和你男朋友平时上完床就一定会吵架 我都听见了 他说他妈妈嫌弃你家穷 出了三分一的钱买房 剩下的是他们家出的 写的还是你们两个的名字 算是亏了 我一下子脸红起来 没想到这么私隐的话都给他听去了 我还知道你男朋友带来的那个女孩子是你未来婆婆给他介绍的对象 他当初看不中人家 可那个女孩子一直缠着他 缠着缠着就上了床 不可能 我婆婆不会这样对我的 我嘴上死也不认 心里却知道这个可能性极大 未来婆婆一直不满意我的地方就是我家穷 我爸名义上是个建筑公司的工程师 却从来不贪一分钱 是个清水小官 婆婆认为以我男朋友的颜值怎么说也得取个富豪千金或者名门之后 那个女孩子家里据说真的有钱 我看见他送名牌表给你男朋友 还亲手给他戴上 你男朋友还吻了他一下 别说了 我不想再听下去 心里像被火烧似的 我见过那只新表 我问李芝哪里来的钱买的名表 他说是假的 水货不值钱 我当时还信了 男孩子说了这么多 我已经肯定他没有骗我 我男朋友一定是出轨了 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见 我不能说服自己相信 我说好 周日我过来找你 我走的时候 男孩在我背后大声说 姐姐 我的名字叫鲁山 记住啊 鲁山的高清望远镜真的很高清 李芝和那个女孩子上床的样子 我看得一进二处 连李芝身上的那颗黑纸我也看见了 李芝很卖力的和那个女孩子在床上翻滚着 一会儿床头 一会儿床尾 我和她都没坚持这么久的时间 我不知道李芝哪里来的力气 应付我之后 还能这么持久的对付那个女孩子 他们完事了之后 女孩子从包里掏出一本小绿本 我看着很眼熟 我们刚刚也入手了一本 是房产证 我听见女孩子对李芝说 亲爱的 这是我家给我买的房子 写的是你和我的名字 你不用出一份钱窝 李芝有些意外 她问女孩子 我没给过身份证给你 你怎么拿我的名字去登记的 女孩子神秘一笑 说 阿姨把你身份证偷偷拿给我去用了一下 李芝有点不高兴的说 你拿我名字登记不知会我一生吗 女孩子抬头哄她说 免费送你一个房子 你还不高兴吗 我比你那个女朋友好吧 李芝推开女孩子说 我和她是结婚的关系 跟你不同 我听到这里 稍微有点安慰 看来李芝并不知道女孩的所作所为 一切都是我那个单才的婆婆在作祟 可是李芝对我的背叛也让我不能原谅 她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也是我的初恋 我们已经决定结婚了 她却和另外一个女人上床 我很生气 特别是我看见她帮那个女人扣内衣的扣子时 我更加生气 我快速地将窗户拉上 说 不看了 鲁山体贴地将高清望远镜拿走 说 姐姐 别生气 我带你出去玩 高兴一下 鲁山把我带到他们大学后面的酒吧街 交了一打啤酒 这小子哪方面没经验可哄女孩子的情声不低 一顿饭下来我们就好的肩沟肩被搭背的 我和她在月光下踩着影子回家的时候 我感觉被人背叛似乎也不是那么痛苦的事情 起码我还笑得出来 我笑着笑着就抱着鲁山扑了起来 鲁山温柔地拍着我的肩说 如果不想回家 就去我家 好不好 我破涕微笑 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想回家了 是你小子不想让我回家吧 鲁山也笑 笑完就勾着我的小手指把我带回了她家 我们是点着脚尖走回她房间的 她只开了个床头灯 我扫了一眼杂乱不堪的房间 这明显就是一个直男的房间 我说你这腹毛样怎么能泡到小妹 她笑着把我抱在怀里 说我现在不是在泡你吗 我推开她 说你好臭 几天没洗澡了 她说她只顾着在埋伏 不记得几天没洗澡了 我让她去洗澡 顺便擦一下她的眼屎 她出来后 一边走一边用毛巾擦拭身体 只穿着一条平脚短裤 她的身材不算壮实 是肥瘦刚好的那种 皮肤很白 洗干净脸的她看起来有种难得的青春气质 果然是拥有初男之身的极品 我抬起头 她刚好低下头 青草一样味道的呼吸气味让我沉浸 我忽然想起了她说她还是个初男 我的心砰砰的乱跳了几下 她身上的味道和李平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李平谈过几个女朋友了 她很老练的处理了我的第一次 所以我没感到特别痛 但也没有特别的记忆 我坦特地 又有些渴望的踮起脚尖 亲了鲁山一下子 鲁山马上就慌了 她手忙脚乱的想搂我 却不小心把我们都弄歪了 我们一起倒在地上 鲁山没有经验的忙乱的样子让我忽然很心疼她 我把她拉到我身边 脱去她的上衣 在她的胸膛上轻轻的抚摸了几下 鲁山收到了我的信息 她很快就给了我回应 我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 像是分开了就再也见不到那样 我从来没试过这样热烈地给予一个男人回应 我以前在李平身下只是接受 我从来没有主动过 鲁山给我的感觉 却让我忍不住想回馈她 这小子除了一身汗臭味 其他无可挑剔 她根本不是像她说的那样无能 她对着我长驱直入 驰骋沙场那样威风 我甚至怀疑她之前说她是楚男士骗我的 后来我们躺在地板上休息的时候 她激动地对我说 她终于甩掉楚男的标签了 从今天起 她就是个真正的男人了 我开玩笑说那我岂不是你的救命恩人 鲁山认真地点点头 说 对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姐姐 以后有事 你知一生 果父汤岛活在所不惜 而且我肯定你跟你男朋友一定会散 到时你记得找我 我做你的后辈 我觉得鲁山还是社会经验少了点 她不懂事情 我怎么可能和我男朋友散呢 我们婚房买了 酒席也快要定了 我说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 我也快要结婚了 鲁山说这种渣男你还嫁他 你今年多少岁 十九 最多二十吧 就算你成年了 你也是小孩子 大人的世界你不懂的 她笑了两声 说 你们也不见得比我更懂事 第二天快下班时 我接到未来婆婆的电话 我说 妈 你找我有事 婆婆说房子装修得七七八八 现在要定酒席了 得跟我商量女方要多少桌酒席 要请多少人 请了亲戚里有多少是领导 要怎么安排座位 这些都要商量 我说下班我过去再谈吧 下班后我就去了婆婆家 在路上我打了电话给我爸 咨询她关于酒席的事情 我们家是在我十四岁才搬来的 在这座城市里 除了我爸妈的同事 没多少亲戚 我爸说十桌就够了 婆婆听到我说十桌 她有点失望 然后她又问我爸会不会请些领导来 因为我爸是建筑公司的工程师 估计会请些领导过来 到时她要安排好座位 不能怠慢了领导 我说我爸一声清廉 他最怕的就是和上级打交代 估计没什么领导过来 婆婆一脸的鄙夷 说咱们家虽然不是什么富贵之家 可你公公也请了几个领导过来 聚集领导就有好几个 我知道婆婆是在嫌版 我妈也说过我婆婆是个势力的人 担心我嫁过去会受气 我当时想着以后不会跟她住一起 也无所谓 但是现在发现 有一个势力虚伪的婆婆 确实是婚姻中一块很大的绊脚石 婆婆订的酒店是香格里浪 算是级别最高的 他说酒席的钱一人一半 他们家出一半 我们家出一半 可是我们家才十桌 他们家请了五十桌 为什么要一人一半呢 收的礼金他也没说要一人一半 我觉得很不公平 可是我不敢出声 婆婆用气势把我压住了 我只能对李志发脾气 一向好脾气的李志 这次却很不高兴地说 我不尊重老人家 我说我哪里不尊重他了 他说我太计较 我说你不计较 当初买房时我爸说只能拿出八十万的时候 你非得说要出一百万才能写两个人的名字 嗨 我爸去借了他同事二十万厚着脸皮 我爸是读书人 一辈子从来没欠过人一分钱 如今为了我的婚事 让他担了债务 我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李志见我哭了 他才没有继续说下去 我忽然觉得鲁山说的对 这婚结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从一开始我就错了 不应该答应他的求婚 可是李志虽然背叛了我 但没有和我分手 证明他对那个女的只是一时的兴起 婚外出轨的男人多的是 我没必要斤斤计较 我安慰自己 哪个成年人的婚姻不是一地鸡毛 如果我们要吹毛求刺的话 这一辈子都得打光棍 可是我依然心情很差 在床上辗转反侧 这时我收到了鲁山发来的微信 他约我出去玩 我说我是代嫁的新娘 以前的事情 你忘掉吧 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鲁山让我放心 他说 我和你见面不是为了要和你上床 我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我可以出去泡妞了 我们做朋友也是可以的 你不是也需要一个朋友聊聊吗 我说跟一个小屁孩有什么好聊的 我比你大六岁呢 他说年龄不决定心态 我想想也是 这小屁孩虽然还有一个月才大学毕业 可他除了男女关系的经验前 有时候我觉得他说话还是有点道理的 我就答应了和他出去喝酒 还跟他说了我的家事 有个人像垃圾桶一样让我吐出糟糕的心事 我顿时觉得心情好了很多 鲁山又再次问我是否真的要继续结婚 我说骑虎难下了 我爸花了这么多钱 我是他的独生女 不想让他失望 而且我和李志是自由恋爱的 没人强迫我们结婚 是我们自愿的 在十字路口我和鲁山挥手作别 然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家 没想到我爸妈这么晚也没睡 他们坐在沙发上等我回来 我爸为难的开口 说为人父母本来不能说这些话 可你们买房我也尽力了 欠的债还没还完 如今酒席的钱也不少 我们家暂时真拿不出来 要不你跟你婆婆那边商量 能不能酒席的钱先让他们出 到时我们收了礼金再还 我甚至还没有说婆婆说 关于酒席一人出一半的钱事情 我爸一直以为是我们只需给十桌的钱 我说我来解决 你们不用理 我头很疼 为了酒席的钱 不知道该问谁借 我苦恼的时候 鲁山去把钱打过来了 原来我们出去喝酒 我像对着垃圾桶一样 向他倾诉了一大堆烦心事 我以为他听听而已 没想到他放在心上 还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我问他这么多钱哪里要来的 他说他问他爸要的 反正他爸也就他一个儿子 只要不犯法的事 他爸都不会约束他 我说你有个好爸爸 鲁山开玩笑的说 那要不你嫁我得了 我妈人也很好的 起码不会偷偷给我介绍另外的对象 我不高兴的说你再胡说我就把你拉黑 顺便不还你钱了 鲁山乖乖闭嘴 我说别理他 他那人就那样 懒亲切的样子 爱妆 女同事八卦 偷偷拍了视频过来给我看 我看见婆婆对着那女孩一脸羡慰的表情 她从来没给过我这种好脸色 我听到婆婆说 我家里只从小就长得出众 当初亲戚朋友个个都让她去抱演艺学院的 追她的女孩能从街头排到街尾 握了叹一口气说 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选了个家境这么一般的女孩 连百个酒席都拿不出钱 女孩亲密的抱着婆婆的手臂 说 智哥和我结婚 我爸说了 酒席全包 婚房全包 我看到婆婆附在女孩耳边说了一回悄悄话 完了两个人对视着笑了起来 我不知道她和女孩说了什么话 但我很生气 我觉得婆婆的人品实在值得怀疑 婚礼无风无浪的结束了 我和李志搬到了新居生活 大约半年后 有一天小叔子打电话给李志 说婆婆高血压晕倒了 要送去医院检查 李志风风火火的扑了过去 我说我和你一起去吧 李志说没必要 妈是高血压 我去看看没事就给你个电话 李志也知道她妈不喜欢我这个事实 所以我也不勉强 我说我等你电话 等到十点钟才等到李志打电话来说她妈没大事 就是血压高 有中风症状 她得留在那边照顾她妈一段时间 我不满的说我们结婚才半年 你妈这病是老毛病 如果她血压讲不下来 你岂不是这辈子都不回来睡了 李志说我妈辛苦养大我 我不得回报她妈 我无话可说 再吵下去我就真成了恶媳妇了 可一个人的晚上真的很难睡 有一晚我辗转到半夜 起床想喝水 忽然发现没有电 我吓得要命 我从小就怕黑 我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李志 可他却让我找物业 半夜三更的 我找一不认识的物业过来 我岂不是更怕 我无奈 只好打了鲁山的微信电话 鲁山二话不说就打的过来帮我检查 修好了保险丝 他又在屋里转了一圈 想看看哪里还有需要修理的 这一圈下来却让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摄像头 就在窗帘上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我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 鲁山拿上把它拆掉了 我说可能是我老公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 特地安装的 鲁山说你一个人真的不安全 要不我留在这里陪你 我好不容易才把鲁山劝回家 他一步一回头 对我恋恋不舍 害得我差点就想把他叫回来了 摄像头拆了没多久 李志就回来了 说他妈妈病情好转 他不用在家陪他了 我却说这下要轮到我回去了 我妈退休后可能是不习惯 老是睡不着 心情也不好 我想回家陪陪他 他就我一个女儿 李志关心地说 那真得回家陪陪丈母娘 我买点礼物送你回去 我一回就回了大半年 我妈不知道我为什么有好好的心放不住 要回娘家住 妈也没病 你回去吧 年轻夫妻老这样分开 感情会淡的 我妈劝我好几回 我说没事 真感情是要时间讨厌的 就算有熟人告诉我 李志把一个年轻女孩带回我们新居 我也不为所动 我说你肯定是看错人了 我家老公不是那种人 直到有一天 有人对我说 我老公陪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去医院产检 我才对我妈说 我要回去了 我回到家里 直接就跟我李志说 我要离婚 李志挺意外的表情 说好好的 离什么婚 我从包里掏出厚厚一叠相片 从她带着那个年轻的女孩子深夜回到我们的新居 到那个女孩子大着肚子和她一起去医院产检 相片的像素很高 非常清晰 每一张都可以清楚地看见她和那个女孩的样子 李志大怒 说你找人跟踪我 我说对啊 你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 我会派人跟踪你 其实我没有派人 我哪里有钱请得起斯嘉侦探 是鲁山帮我的 他大年毕业出来没找到工作 可能是他不想找工作 他说闲着在家无聊 想学去摄影 然后我就推荐他做了这份类似于斯嘉侦探的工作 他的摄影技术很好 把每一张相片都拍得很清楚 这些相片交到法庭上 每一张都可以成为李志出轨的证据 李志咬着牙齿问我 我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他和那个女孩的事 我没有跟他说实话 因为我不想把鲁山者进来 我说无关的事情不要提 现在你是婚内出轨 如果你不认 就当孩子出生做DIA 如果证明是你的 你一样得净身出户 李志开始有些慌了 他说我得跟我妈商量 看看房子如何分配 我说有什么好商量 房子自然是归我的 因为过错方式你 我说要不我们一起回妈家 我跟他说 李志可能认为他妈妈的手段一定能压过我 他答应了 他开车和我一起回了婆家 婆婆看见我 像看见外星人一样 结婚到现在你才回来了总共三次 咱们邻居都忘了我媳妇长什么样子了 婆婆一脸嘲笑地说 我不理他 单刀直入地将相片扔在茶几上 然后说出我的条件 婆婆当场发飙 指着我的鼻子狂骂我 你这婆婆想得倒霉 咱们家一个大房子就这样给你吞掉 不可能 除非老娘泄气了 否则你别想动房子一根毛 婆婆冲我嚎叫 我不理他 一字一句地说 李志说 如果不撕了 就按法律程序走 到时丢脸的是你家 不是我家 婆婆听到这话 她马上就被气晕在沙发上 李志和我公共手忙脚乱地按她的太阳学 还拨打了120救护车 婆婆住进了医院 李志约我到医院见面 我们在医院门口谈话 李志劝我不要做得太绝 她说可以还我买房的那笔钱还会给我利息 我却说这套房升值很快 自从门口开了一条公路 升值了百分之三十 就算你把这升值的差价给我 我也不同意 因为是你的错 我没有错 李志态度软了下来 说你就看在妈生病的份上 放过她老人家吧 我说行 那我跟妈说 你别进来 我推门进去 婆婆这一脸病容的半躺在病床上喝着牛奶 看护替她抹去嘴角浸出的奶水 婆婆看见我 脸色拉黑 放下了手上的奶瓶 我附在婆婆耳边说 从你在我们新房装的摄像头被我发现之后 我就想好了怎样拆你的局 你无非就是装病 把李志叫走 让我单身一个人住在新居 想用摄像头拍下我出轨的证据 对不对 一个女人单身的太久 肯定会不耐寂寞 幸好我发现了你的秘密 我只好以牙还牙 我也搬回我妈家 让你儿子把那个女孩子带回去我家风流快活 我可没想到他们这么大胆 还搞大了肚子 只要那个孩子一出生 证明你儿子是婚内出轨 那个房子就归我 你不就是想着把那个房子留下来 将来给你的小儿子吗 你一块瓦片也别想得到 也有个办法保住你的房子 就是让你的那个暴发护新媳妇把孩子打掉 这样或许你有机会赢我 婆婆气得脸色发青 指着我的鼻子要骂我 声音堵在喉咙 像是一口弹卡住了 你造的孽 给你的子孙来承担 以后要多做善事了 妈 否则我担心你晚年不保啊 我冷酷地朝着她的耳边说 婆婆的呼吸逐渐变得急促 我连忙叫来医生 医生说她之前只是血压有点高 现在是真的中风了 我同情地看着她说完了夜才离开的 鲁山知道我离婚后 她天天来我家找我 他们家也装修好了 就在我家对面 她的窗户就对着我的睡房 她只要一张嘴 就能把我叫醒 我说你不要天天叫我起床 我休假这两个月 只想一个人静静 她说你是不是打完摘不要和尚 要不是我在大学里懂得淳语 识破了你婆婆和那个女孩子的话 你才不会赢得这么彻底 你应该对我以身相许才对 我对鲁山当然是很感激的 她说的没错 我一直很想知道我同事拍的那段视频里 我婆婆附在那个女孩耳边说的那几句是什么话 为什么他们两个人笑得这样神秘 后来我知道鲁山在大学里学过淳语 我就把视频给他看 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我听 我儿子和他女朋友结婚了就一两年时间 我有办法让他们两个离婚 到时你就是我的准媳妇了 你等着哈 李志一直不知情 他不是帮凶 可他却是个一致薄弱的男人 他经不起诱惑 虽然他爱我 可这份爱经不起考验 所以我要快刀斩乱麻 把他斩断 我不能把人生浪费在一个动不动就被别的女人牵走的男人身上 我如愿以偿了 但我要不要和鲁山在一起 我得慎重地考虑 这个小豹子一样的年轻男人 我不知道他比我的前夫可靠多少 并看到他一样